北檢这样子做很意外吗 说真的北檢过去处理的好几个 这个著名的案子 虽然在像柯文哲这样的当事人 不管是柯文哲也好 马英九也好 柯文哲是比较奇怪 马英九他们还有一定程度的礼貌以外 北檢他常常有非常贪功冒进的这个问题 以前动不动像马英九的案也是 当时就雷声大都把他讲成多么夸张 十恶不测 可是法院上去判都判不下来 都觉得说你的这个很薄弱 所以北檢始终都有很喜欢办矚目案件 觉得说这样子我就可以平步青云一下 做直升机我就受到乘风喜爱 可是北檢不要忘了 北檢就是许多年前 柯建民就讲说 北檢是我们的 就北檢是民进党的 这种的印象跟观念 在历届很多案子 很多人的心中 其实印象还蛮明确的 那你越是这样 你今天在办到像柯文哲的这样案子 就要越慎重才行 不能这么造劲 那你越慎重你不够慎重 你一造劲了以后 可以的案子呢 你现在就提前就感觉 那当然你说检方不服气 他要立刻提抗告 但是你抗告的时间跟现在 法官才做出无保请回的时间 这么的靠近 那检察官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 提出一大套可以说服 这个法官的理由吗 当然他那个法官呢 是会换人没有错 可是呢你法院也有一定的逻辑 所以呢到底他继续的抗告 情况会怎么样 那现在的这个法官已经判了无保请回呢 等于对检察官来讲呢 他要跨越的障碍跟门槛是比较高的 好永平姐想持续请教您 那你觉得如果北检今天提出抗告 成功的几率高不高 我认为他今天立刻提 如果他在短时间之内 能够补强柯文哲必须要积压的理由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法官 现在这位法官的因为名字 我才刚看新闻没有很记得 说是什么法官界的刘德华 我只记得他的这个 这个头衔昵称啊 这个比较好记 这个法官呢 之所以给他无保请回 你要再换一个法官来说服 说从无保请回到立刻积压境界 我觉得可能性不高 也许他补强了一些部分 那么那个另外的法官觉得也不如有点道理 可是呢他应该也会考虑现在无保请回的这个法官 也许会给他一个不高的这个保释金额 也说不定 但是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意测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检方手上有什么 因为检方手上如果有什么的话 像副市长彭震生 他就被积压境界成功了呀 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法官呢 好像只是说在这个案子里面 特别觉得如何 他应该是说 你提出的总要给他一个可以 具以来处理的基础 应该是检方就柯文哲的部分提的比较薄落 好所以您是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看 如果今天他没有提出很完整市政 基本上应该是不太可能抗告成功的 因为我觉得这么短时间内要从不太完整 感觉不出来到底他有没有市政要马上补加 简单说了 其实我为什么说检方太躁进呢 因为要查金流 像选过局的人的金流 那查起来很麻烦很慢 而且你要透过不同的这个银行的勾基 他不是说你去什么家里办公室搜索 你就期望每个人都像郑文菜一样 很奇怪在家里放那么多现金 说真的越高阶的政治人物 什么人会把现金放在家里啊 这不是找死吗 所以呢 检方他要有时间去巩固其他的部分 那我觉得他处理柯文哲的部分真的太毛躁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现在外界都在讨论嘛 比如说昨天吴宝请回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包括了小草 柯黑 双方的舆论呢 也在网路上掀了起来 那就是有人在说这北检是不是太丢脸太糗了 那现在民众党也把整个案件上升到了政治事件 您认为整个操作是不是民众党已经大获全胜了呢 我觉得现在提到民众党是否获胜啊 有点言之过早 因为柯文哲的案子真的还蛮多的啊 那你说这些案子都进入司法程序呢 是不可能不查的 只是说呢 民众党至少他的初步的主张 简单讲就是这样 如果民众党没有这么高峰沸的施压 甚至我觉得民众党呢 他昨天他们还甚至主张要开国际记者会 这些都是民众党的权利 也是对的 因为越高层级的政治人物呢 他的政治风险就越大 那你说这些检察官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检察官 他们认为呢 如果很快可以把柯文哲拉下来 摧毁了民众党 他就讨好了当道啊 因为对现在掌权的赖清德来讲 他心心念念的 他就要从少数的这个政权呢 他希望往多数跨境啊 对不对 那如果民众党垮了小草群龙无首 那一部分的小草回流了民进党 对民进党来讲当然是利多啊 那这种很简单的政治逻辑 检察官想要升官 尤其像北检这种啊 整天看着升官那也好些人真的是升了大官的地检署啊 难免会有这种心态嘛 所以我觉得就说民众党这一次呢 有抓到说 痛击啊北检的这个软肋 因为北检我刚才已经讲了 他过去办一些案子的这个造劲呢 这个不是第一次了 只是我刚才只是分析说 他们以前再怎么造劲呢 没有这样子去整一个像柯文哲这种等级的政治人物 他还不太敢 可是这一次真的胆子太过大了 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民众党现在这样做 有没有给这个法官的这个新政呢 要变得对检察官的提出的变 就说这些市政呢要更严格 我觉得他绝对会给法院的人 确实有一定的压力 就他们的压力就必须说 那你检察官你要提出 更据说服我们的案子 我们才判得下去 所以呢 民众党在这些部分上 我觉得确实是有效果的 可是就长期来讲说 民众党是不是就此高枕无忧呢 我觉得也未必 可是对柯文哲和民众党来讲呢 现在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因为不管如何 民众党不希望就此灭党 大家也并不希望看到民众党就此消失 所以民众党需要有应变计划 需要重整 需要把现在的各种问题呢 整个收拾 不过我必须说 检察官这种处理呢 对民众党有帮到一个忙 就是民众党本来的形象危机是自爆的 是自己作风的问题所引爆的 比如说这个 政治现金烂账一笔啊 内部的不合啊 整天的乱斗啊等等 可是呢 当检察官的躁进啊 他在没有巩固情况底下呢 直接对这个柯文哲下手啊 让大家有政治操作的这种怀疑了之后呢 反而把民众党之前他们自己内部的争议 甚至他的形象的丑闻呢 有一点被他压制住 那我觉得这个是 算是民众党的 因为检察官处理不当的一个收获吧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